地球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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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众生苦 那我想各位部分在家出家 我们一辈子是为了这个 把自己完全的消除掉 没有我的快乐痛苦 没有我的财产 一切都是众生的 好不好 一定要这样训练 不要自私 不要为了钱 所以以后各位 以后你去上班 人家问你 为什么来上班 为什么 我一定要探极 那错了 为了怎么上班 我要来服务社会 我要来跟人类结缘 我要发挥我的各种能力 来帮助 老师说 如果你是这种人 老板喜不喜欢你 客户喜不喜欢你 这个是佛法 那我们身为佛教徒 那部分在家出家 都不要贪财 好色 自私自利 你要为别人想 别人自动为你想 千万不要去设计别人 设计别人 用这种自私的心机不好 所以人家说 奸商奸商 做商人就要奸诈 那这样不是很 没有福报吗 那现在已经学佛了 我们部分在家出家 不要做一个奸诈的人 对不对 做一个诚心诚意 要帮助你 服务你 不要有代价的 好不好 都是要这样的思想 那我想我们这样来 参加法会 要师佛期 49天 才有意义 你千万不要49天参加完 还在贪财好色 都超度不了 所谓77749天 就要想尽办法 把你自私我职 贪嗔吃 慢于消除掉 完全的净化掉 所以才叫我们 跪 跪着 拜 忏悔 持续这么久 那这个动机 那这个动机你一定要找到 消除自我 却关怀别人 无私无我的去奉献 为佛教 为众生 不要想到自己吧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 不是他聪明 用心机来的 一个人有没有福报 是他有没有 不私的精神 奉献的精神 所以以前我师父也常 跟我讲 出家很好 不要带钱来 我说哇 出家不要带钱 没钱啊 他说你不要带钱来 你再有钱是你的事情 不要带半毛钱来 然后你出家没有钱 你好好的去奉献 报恩 所以 然后信徒 自然的供养你 就算你没有得到供养 是自己业障重 动机有问题 好好调整自己 千万不要去 起心动念 点灯两百 排位五百 这样会怎么样 不好 不符合佛法 这不是戒律 所以 现在叫末法 末法时期 很多佛教变成商业化 不好 所以不是不能化缘 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 利益众生的事情 你牺牲自己 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好事 去化缘 那没话讲 如果你化缘 只是为了你自己的想法 而且不是在利益众生 而且没有利益众生的能力 那你得到那个 反而损自己福报 这一点是真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佛教我们守八幻灾戒 叫我们扫育之主 养成习惯 六天 一个月 十天 扫育之主 甚至晚上不吃 也不吃漂亮衣服 也不用浪费钱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过生活就好 然后呢 其他的时间 来护持三宝 来帮助众生 希望各位这一辈子 就习惯这种生活 扫育之主 如果你太有钱 你会很骄傲 他们有时候 师父干嘛 功德主来了 管他的 找我都没有 我都会 管他的 请他后面坐 所以功德主 什么叫功德 慈悲 这个有功德 这个人 这个人奉献 有功德 我们是赞叹他的功德 而不是赞叹他的钱 现在往往把功德主 跟金钱画上等号 是不对的 当然用钱可以做功德 然后扶持佛教 扶持供佛 摘身火会 扶持什么 这种功德主 我们要不要让他坐前面 最好坐上面 哇 这个人真奉献 对不对 这不是钱多钱少 他这个人 我以前认识两个功德主 我每次想到他 我就很惭愧 我都讲过 刚出家的时候 我在会儿去讲他 那时候台北很冷 很冷的要命 然后我就负责倒垃圾 每天晚上清水沟倒垃圾 快不快乐 比我在做老板快乐多了 那个时候是自动自发的 每天去清垃圾 弄弄弄弄 每一个房间 把它弄好 因为我们会儿讲 很多出家人来挂单 然后我师父说 你要把它全部整理 让别人来 又觉得它有新的房间 那我就很高兴 我说师父 你找对人 我以前是扫玉缸的 我大学时要去工读 他提醒你扫玉工 清马桶 这是我的专业 这也是我的福报 这个我很会做 棉被把它折得飘飘亮亮的 让哪一个出家人来挂单 都可以住得很快乐 然后外面以后帮他们 清水沟啊 弄这些 因为我认为 出家比做皇帝还快乐 能够出家真的是太快乐了 因为每天晚上清完垃圾 就要拿到收垃圾的地方 每次都看到两个老人 在那边收垃圾 收完以后 捡人家倒垃圾 他就捡里面的东西拿去卖 心里就想说 这两个老人很可怜 但是三更半夜这么冷 还在做 当然也只是可怜 但是没有尊敬他们 那后来我们会日讲堂要盖 我师父宣布要盖 宣布要盖以后 我觉得好像 那个时候已经认识 经常去看到 超过三个月 有一天 两个老人来了 他们怎么跑来了 就拿了很多钱 师父这几个月 去捡垃圾的钱 然后拿去卖 这个钱 听说你们要盖会日讲堂 供养 我差一点跪在地上 我很惭愧 那三个月 我三个月 我内心里面 看不起他们 对不对 因为那个习性还在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搞 人啊 人不能看不起 他们比我们伟大 比我们伟大 然后后来我去恒春 我想他们天天坐 我认识他们以后 我就经常回向 然后我师父调我去恒春 那从恒春回来 我第一件事情 就想要去看他们 结果那一天 我又故意去弄垃圾 要拿过去 其他的法师 这个我来拿 我说我要去看 那两个老人 那垃圾弄一弄 带过去走一段路 结果只看到一个 只是剩下老妈妈 他就说 你老公呢 你老公呢 他已经往生了 剩下他一个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然后捡了垃圾 生活过得很 很贫苦 他觉得很好 所有钱去供养 因为你们会 讲哪个要盖 那时候我真的是 从内心里面 去佩服 去学习他们 那时候我就告诉 这两个不是人 一定是佛菩萨 来教育我们 因为我们这种傲慢的人 赚了钱再来出家 所以我出家 并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出家那时候 我四兄弟都 看不起我 这个读书人 好贵人 他就会故意 故意这样 然后就自己会觉得 不好意思 然后里面 我们里面大部分都是 读书读很多的博士 不然就出家很久 那我佛经也没有读很多 佛学人也没读 所以各方面没那么圆满 但是因为看到他们两个 我就找到了 原来修行 就是像他们这样 默默地晚上那边捡垃圾 把垃圾换成黄金 去供养商宝 他们很快乐 那另外一个老菩萨 各位也听过我讲 还有一个老菩萨 每天早晚都来做早课 他看不到半个字 人家做早课 他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从头到尾你念多久 他就念观音菩萨 那有一天 他长得又黑黑的 那后来 有一天我在那边 做知课嘛 然后心情有一点不好 海涛师 海涛师 我什么事 你如果有什么烦恼啊 你跟我讲 我跟观生菩萨讲 观生菩萨跟我讲 我跟你讲 他说我有什么烦恼 就找他 他跟观世音菩萨可以讲话 然后他才告诉我怎么办 所以我说真的吗 他还可以讲出我一些心思 所以后来我们会想 然后要拆了吗 要拆以后 那我师父就叫我去整理佛像 整理 结果我整理 因为一段时间那位老菩萨没来 他没来之前还跟我说 哎呀海涛师啊 我要搬到南部去了 他在这么 他白天还做早课 早课做完以后 就帮人家包菜包 菜包赚了钱 他跟我说 他一个月赚七千块 七千块 三千块 他自己吃饭 他不用靠家里 多轻松 四千块供养会日讲堂 然后他每天去包菜包 等着做完晚课 他回家睡觉 他跟我说 你们要拆了 我不能做早晚课了 我现在要去南部帮人家洗碗 那边还可以住 然后就 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见过他 当时会的讲堂要拆的时候 我去弄那个观音菩萨 我师父叫我去搬 去搬的时候 打开一搬 哇 那个老人的脸就是观音菩萨的脸 因为我们那一阵观音菩萨 坐得比较黑 有一点凹凹的 脸没有这样剪 就是那个老人的脸 所以我那时候就 哎呀 我觉得我很幸运 原来观音菩萨告诉我 就是这样 很认真慈悲 不要执着读多少书 因为我们 老师说我们在会日讲堂出家了 没有读到佛学院高级毕业 没有去读博士 人家会笑你 就像我被笑一样 人家看不起你的 每个人一出家就读佛学院 读研究所 出国 就是计划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做 人家看不起 结果佛菩萨视线给我们看什么 剪垃圾 不懂的字 光念观音菩萨 慈悲帮助别人 扫欲之主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所以我想我们来修行 就像各位刚才做个替身 替身就把生命的精华 布施给众生 云青在主 给你讨债 欢喜供养 欢喜布施 那你这样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就算身体没有好 继续布施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身体存在本来就是个痛苦 病苦 要是我们要利用病苦 让我们来修行 来方便的 引导我们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好 我们回向 因为等一下 可能任波切如果来了 然后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不好 那各位 他们今天还有翻译 但是我要交代一下 眼睛瞪大一点听 好不好 要不要任波切讲 你才是苦 因为我们主办任波切 人很厚道 我跟他认识十多年 很老实 没有任波切 要去做秘书的 他发愿 自己是十六世大宝法王的上师 现在十七世来 他来服务他 服务了十多年 任波切去做服务的 每天就安排 忙得不得了 没有为自己 后来 他现在去 居士供养一个地方 在美国 芝加哥 所以他还发愿 替他的 替十六世大宝法王 盖一个纪念塔 十六世大宝法王 往生的地方 那个医院还在 那个病房还保留的 然后大宝法王也 很高兴 就帮他设计 一个很庄严的图 既然大家喜欢纪念 就那边做闭关中心 因为做闭关 那个土地很大 芝加哥那边 蛮荒凉的 但是土地很大 旁边一个湖很漂亮 在那边让别人 能够闭关 修行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他还跟我说 我去那边去了几次 我们也尽力帮忙 但是希望他找得成就 因为我发现 好像大宝法王 以后的时间 大部分会待在美国 然后欧洲地区 这样有没有福报 本来今年要来台湾的 但是今天 今天姻缘还不具足 但是如果欧美安定了 一定会到台湾来 因为大宝法王常跟我说 他连一张卫生纸 都是台湾人给的 他连一张卫生纸 都是台湾人给的 所以他对台湾人的一种感恩 所以 发了这个愿 我们主本人某切发了这个愿 所以今天特别请他来这边 因为他在台中有客 刚好 然后明天请他到台北板桥 然后呢 特别再请他座谈 好 那等一下 我们主本人某切跟他的 适者来的时候 我会马上念 干嘛八千 好不好 大家就起立 欢迎他们 他们可能会先去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 好不好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 一个有信心 有信仰的人 真幸福 因为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快乐 信心建立在这个世间 不是不快乐 是这个快乐最后都会变化 这个快乐 并没有办法让你解脱生死 乃至成佛 那大宝法王 他视线了一个很大的 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一个就是慈悲 所以 曾经有人问莲花生大士 说 哎呀大士啊 你以后要离开我们 因为莲花生大士要离开上帝了 那以后我们靠谁呢 我们痛苦怎么办呢 那莲花生大士说 你放心啊 将来我有一个弟子 他专门修什么 就是承担众生苦的方法 你只要念他的名字 那你的痛苦 他就帮你承担 所以 然后就讲出了大宝法王的事情 所以 大宝法王也是莲花生大士的一个化身 他专门以治他交换 来承担众生的痛苦 所以对我来讲 老实说 我每次看到大宝法王 就看到他很痛苦 就感受到他 哎呀真的是 他要承担这个 身心的压力 没办法形容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当然也必须要表现得很自在 所以我以前看传记大宝法王 曾经入定 一一节入定 因为这样得到十万空行母的加持 供养这个 十万空行的宝冠 黑帽 当然这些都是在 大家绝对相信 这种甚深的禅定 这种承担众生痛苦的悲心跟行为 就像十六世大宝法王 要往生之前 那种痛苦 全身癌细胞 但是他却很自在 所以不敢不说一句痛 微笑 对医生 最后在临命中之前 还叫医生把他的血抽出来 抽出来 医生想说抽血干嘛 他解释说 这个是个传承 这个血流下来 可以做成药 给人家 医生说 想说你全身都是癌细胞 你的血有用吗 结果一抽出来 一检验 这个血干净的不得了 这个叫 大宝法王的血干露碗 就很多上师都有拿的 他里面有不可思议的价值 这代表因为你 你吃了这个干露碗 你所有的业障 他就把你洗走了 我们要学习这种悲心 我想每一位善知识 无论如何 他都有视线 让我们学习的一面 除了佛圆满一切 这个世界上 佛叫百千亿化身 各视线不一样 有些视线打坐 有些视线快乐度众生 有些视线不讲话度众生 就像现在有位足亲人婆妾 他也是一个正入空性的 他现在视线不说话 保持在禅定里面 所以这位足亲人婆妾 也是今天我们足本人婆妾的一个上师 所以他修 以前都在虎木区里面 修这种自他交换 所以得到 所谓在嘎举交换叫 大手印成就 当然这个大手印 最主要是在 面对痛苦的时候 能够保持自在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叫 法 自在叫法王 什么叫法 就是痛苦 变化无常 所以菩萨道的重点 是在痛苦里面 能够不退转的轮回 去帮助众生 因为释迦摩尼佛 他视线在人间 他就告诉我们离苦的方法而已 自己离苦 我帮助众生离苦 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 所谓世界 娑婆世界 堪忍世界 它共同的本质就是什么 痛苦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 并不是这个世界让你痛苦 是你不认识世界 我们叫无名 就是错误的认识 错误的认识 就是无名 为什么 你把它会变化的 不干净的 不能主宰的 不永恒的 都当作有一个永恒的存在 所以各位要想一想 大部分世间的人都说 来 有了爱情快不快乐 我就快乐了 有了钱快不快乐 我就平安了 房子贷款缴完以后 快不快乐 快乐了 准备去昏幕吧 安息吧 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 你想清楚 如果你把这个会变化 不永恒的 当作一种快乐 永恒的快乐 我们叫常乐我尽 那是不可能的 佛陀才是真正的 常乐我尽 叫大波涅槃 体悟世间的 无常 不会再对这个无常执着 不生不灭 所以体悟到世间的 不清静 所以不永恒实在 所以能够随顺因缘 才有快乐 我 这个我并不是主宰 了解了众生平等的道理 所以无自信的道理 所以一切都是无自信 像天空的彩虹 虚拟这样一样 所以天上的云 漂不漂亮 漂亮是因为会变化 如果你家头顶 每天都一样了 那什么意思 所以就像挂一张油画一样 天天看你会讨厌 就是因为它的变化 无我 所以产生了 很有意义 就像人天天可以变化 所以每天可不可以重新来 等一下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别人说你是坏人 今天你就可以成圣者 前一分钟你是一个被讨厌的人 或一分钟你可以 让别人尊敬你的人 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啊 跟彩云一样 你只要有智慧 就像黑 乌七妈黑 痛苦的地方 点一个灯 那就OK了 但是各位注意 不要消灭痛苦 不要消灭黑暗 因为黑暗的本体是什么 光明 烦恼的本体是智慧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黑暗 那你就灯点了 不是黑暗就不见了 如果你觉得很痛苦 那你有智慧就没痛苦了 所以佛陀要我们去看清楚这个五卓二世的真相 那人人都有这个智慧 你按照经里面去读诵经典 去按照经典里面所讲的去思维 思维完以后 用在你的生命日常生活 这个叫修 哦 真的呢 这个世间真是如此 就像我刚刚讲我的故事 看到那两个简破烂的老人 看到那不胜质的老婆婆 让我开悟 他们最快乐 他们的生命最有意义 不是像外面人穿西装打领带 以前我们做生意穿西装打领带 然后要用最好的东西 然后开最好的车 像我这不会开车的也要说有车 然后拿个打火机 不是做烟供 咚 丢蹦 带个Lolix 赌博还可以比仗 所以认为这个是最好的生活 很羡慕老外买游艇 我们也去租游艇也好 所以认为这样是快乐 事实上这种是痛苦 虚荣 把快乐建立在外在的世界 所以有一句话 当你内心成功调伏你自己了 当你精进地调伏你的内心 外在的痛苦 迷惑就没有了 想不相信 重点这句话 世间人都说 我想尽办法去控制我老公 控制员工 控制我的地位 不要让我下台 想尽办法 却不知道你内心调伏了 痛苦 烦恼都没有了 要是否也要告诉我们 所有的痛苦轮回 来自于你的心理的病 你心里面有无名 贪嗔之我毒 那你就没办法 你的世大都不协调 世界就不干净 所以你心改变了 你自我调伏了 那外在一切就改变了 所以贪嗔之慢疑 造成了五官的败坏 地水火风就像起台风 地震一样 冒火一样 所以那如何调整 那你就是要不要让它起风作 这个叫什么 来 风调雨顺 所以重点是在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调伏自己 所以我想做替身 各位要把你所爱的布施给人家 那才有意思 布施不是 我今天赚十万 五百 OK 还有很有面子 那你一定要布施到你痛 我赚十万 好了 布施五万 那才有意义 因为你要布施的痛 你要觉得说 别人比我还需要 我宁可帮助人家 那你要勉强你自己 所以世间人都想要进来 进来进来 请问大圣佛教要干嘛 出去出去出去 舍掉自我 所有的一切 为了对方 我们不分在家出家 各有各的能力 乃至福报 姻缘 所以以后各位 你要把你的会的东西 免费的 而且感谢对方 接受你的服务的 布施给对方 千万不要说 像你儿子读书 我现在发明什么 我要去申请专利 你要告诉他说 这是自私的 我的东西越好又贵 这个人很没有良心 因为众生这么苦 你怎么可以利用这个去赚钱 所以特别是医病的东西 特别是知识的东西 特别是真理的东西 真理的东西 去帮人家还要收钱 那是我们在破坏佛教 所以一切都要 要无私的奉献 那我想 修钥匙法门 目的这个世界 邪知邪见那么多 造恶业的 会怕的那么多 所以我们要修钥匙法门 为他们念钥匙座 自然可以改变它 我们跟钥匙佛 同一个动机 心态 这样观想 然后我们为他念钥匙座 但是各位 不要舍弃对方 早上讲了 恶业难调伏者 那我们用钥匙法门 慢慢地去转化它 邪知邪见者 可以转化它 因为钥匙佛的愿力 可以满足对方 所以 希望大家都能够 把握这个眼里 希望大家天天 都要做替身 吃饭 供养 上供 下施 对不对 这不是光吃饭 你所有的一切 你的钱 你的能力 你的体力 拿来供养三宝 拿来帮助众生 这里面就不要有一个 我就对了 所以在背词 三不间断 对佛